在14号展开了联合力舰2024B的演习 另外海军司令唐华日前接受了杂志 经济学人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共军只要愿意的话 随时都可以封锁台湾 对此前立委郭正亮就分析了 他说这句话是要讲给美国听的 海军司令唐华怎么可以在经济学人那边 大爆我们的缺点 这个也是在爆我们的缺点 一个是经济学人 一个是金融时报 都是英国的媒体 不能不讲了啦 不讲给美国听的 说我们弱到爆 这个就是为什么是英文 因为他要对美国人说 比如说你那个武器还不给我们 这求救信号吗 当然是啊 不然唐华怎么会讲那个呢 照理讲唐华讲这个东西 回来总统应该要把它换掉 泄露国家机密 而且他还说我们不能挑衅 我们要克制 赖清德应该很不容易 必须对方有那个借口来封锁我们 那赖清德不是 就是他警告的对象吗 对不对 那结果他回来都没事 表示他做这个记者会 不是记者会 接受经济学人 然后他决定要讲这些 我认为参谋总长应该是知情的 我不相信我们的海军司令 可以自由到这个程度 坦白讲 我也活到这一大把年纪 我就没见过 我第一次看到 我们的海军司令 讲话到这个程度 而且事后相关单位 也没有出来否认 也没有否认 没有啊 所以你说他事先 国防部知不知道 国安会知不知道 参谋总长知不知道 我认为应该是知道的 所以婉惠姐我们要继续请教您了 所以当初啊 这个大陆他们发起军演之后呢 看到赖清德总统 他不是立刻召集了 这样几个国安高层会议吗 但是照片曝光之后 里面并没有任何一个军方的人员 所以这样子的国安也被指引说 到底要如何来保台湾的安全 另外呢 像是唐华他接受了 外媒他们的专访 那他就讲出这么一段话 好真的是在向美国求救吗 婉惠姐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军演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他在这次其实他没有实弹 但是他就是展示 就是说他其实是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就可以把整个台湾把它围住 之前大家还有说 他围住的这个形状 好像是一个爱心的一个形状 那我觉得这个一直讲 就是说我们在中美的两大权之下 就是到底台湾的这个领导人 应该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想赖清德上任以来 他的相关的言论 其实还是让大家 我觉得让国人其实是很不放心 以下来个祖国论 以下来个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那所以大家还会讨论就是说 他讲的中华民国 跟我们想的中华民国是同一个中华民国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像唐华这样的一个发言 大家也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 除了就是说 我们的大家对于这个总统的期待 到底是什么之外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目前美国因为这个总统大选 也是到了最后的这个火热的一个阶段 大家也可以观察 不管是这个川普或者是贺锦丽 这两位候选人 对于台湾目前的这个相关的议题的发言上面 相对我自己个人看是比较谨慎的 我想他们也不想在这个时候 恒生枝节或者跟中方这边 在产生什么样子的一个相关一个嫌弃 所以回来讲台湾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今天早上我看到自由时报 他又做了一个很大的版面 半版 就是说我们台湾要制造什么样的一个军舰 就是说以赖总统上任以来 我觉得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是就是说 在中美的强权之下 我们台湾的准备到底是什么 这样子 那在明年度 这个赖清德他所提出来的这个国防预算 就是整整又比今年多了400亿 这里面包含他还是要 造相关的一个国舰潜造部分 另外就是还有很多要买的武器 我觉得还是要回来看 就是说在我们的军备的准备上面 我觉得很重要还是我们自己的准备 是不是非常的一个确实 而不是动不动就告诉我们说他需要民力啊 需要民兵啊这件事情都会让大家尤其像家长 就会很多的一个担心嘛 所以到底他的这个相关的包含 不管是美国给我们的这个军援或军售 是不是啊前面还传出就是军援的部分有发明发霉的这个防弹背心啊 或者是说在这个军援的部分啊 就是说过去是不是有确实我们付了钱还没有交货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部分在相关的一个准备上面还是平常就要来做好 做的确实跟落实 而不是像赖清德他就是 我觉得他真的是属于走这个拔草侧风向的一个做法 先看看这个我觉得他还是非常选票考量啦 就是说民众对他的一个观感是什么 这样子而不是真的非常确实的在做一些相关的一个准备 好晚会姐先不要离开 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晚会姐 那我们就继续来看到了 好我们的驻媒代表于大雷啊 他说呢好接受了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 他说什么呢 他说台湾人准备好要打仗了 好对此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肖续成 他就说你是经过谁的同意啊 在美国这么重要的主流媒体上面去宣达台湾人准备战争 你是经过谁的受益呢 是外交部长林家龙吗 还是国安会的秘书长吴钊燮呢 还是赖青的总统本人直接打电话给你 叫你这样讲的呢 好所以消息他就继续说了嘛 你凭什么代表台湾人宣布说 已经准备好一战了 在美国主流媒体散播之下呢 是要让美国人都认为说 台湾人自己愿意一战 所以我们不用美国出兵吗 那因为台湾人已经准备好了 你要造成这样子的一个国际宣传的效果吗 好所以看看这个嘴高手低的国安 到底要如何来确保台湾的安全呢 我们来看到联合新闻网就提到了 中共围台军演 赖总统召开的国安高层会议 下令要维护社会安定 表面看似因应有道 但是呢看到各方的实际表现 我国的海防以及空防是频频出现漏洞 装备还有人才也明显的不足 所以简言之 赖政府的国安应变 现在已经是口号以及认知作战超乎实质 呈现了嘴高手低的不对称的一个情况 好另外我们的前总统蔡英文 她最近是在进行她的欧洲行骂 那她就有提到了 她说是女力之业 女领导人站在维护民主的最前线 好这位网友说 你是在暗酸男领导人不行吗 另外我们还被发现 跟陆舰对峙的时候 好我们的国军是没有穿战服的 这个是来自大陆网友 他就说当两岸双方处于一个 禁防炮的射程范围内的时候 台军是并没有穿着战斗防火服的 对此推少将栗正杰栗将军 他就说了 军舰上面其实有很多的油跟弹药 所以是有可能会起火燃烧的 所以海军是一定要穿防火衣 那国军现在似乎是没有以敌为师 然后提高战备 看起来我们的国军真的是 螺丝也都松掉了 好那我们要继续来请教婉惠姐的部分 就是针对这个刚刚萧续成的一个说法 因为余大雷呢 他是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面 说我们台湾人呢 已经准备好要打仗了 所以萧续成听了很不满嘛 你是谁 为什么可以这样代表台湾人 说出这样的心声呢 相信了包含我们还有很多网友 都觉得好像没有想要打仗 婉惠姐怎么看呢 我真的非常惊讶 就是余大雷他 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一个话 而且我要讲就是他凭什么 真的我也是觉得续成讲没有错 他凭什么代表台湾人 来说出这样子的一个话 我刚前一段讲的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现在的在赖清德政府 应该说过去 从这个蔡英文上任到现在 你到底有没有 让台湾人觉得你是在准备 你这个你身为一个政府 你相关的这个防卫 所谓的我们不是卫战 但是要备战的部分 你到底背了什么内容 我刚刚前一段讲光是 呃这个所谓的这个军售的部分 我们都没有办法如期来交货 然后这中间发现了这个相关的厂商 美国的相关厂商 有出问题也是美国人自己发现的 那我不知道到底他 他有什么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基础点 来说出这样的一个话 那我们来看就是说 我们现在国内哦 前阵子还在讲就是说 哎要再争所谓的一个民兵 一再讲民兵后来又说哦没有 他们只是要争一个相关的一个名利哦 那呃我们其他委员在问这个顾立雄 顾部长的时候 其实他说他没有办法帮总统回答 但是问到他自己的两位公子 是不是会加入这样子的一个呃 名利的时候他也他支支吾吾讲说哎我们 我也不确定他他们会不会 会不会被征召到 所以我觉得台湾到现在哦 在我们的这个总统的这个 目前民进党所执政的这个 呃政府哦 到底他的准备的状况 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我就讲一个最简单 大家去想在万安演习的时候 到底哦 如果今天就是在你听到有相关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爆炸声的时候 你到底知不知道在你家附近 你究竟你要怎么样来做一个紧急避难 我觉得如果连这个基本这一点都做不到的时候 就是你的相关过去的这个训练里面 都没有办法让民众很清楚的知道 就是说发生这个相关的这个 呃如果真的真有所谓的飞弹打过来的时候 你到底要躲到哪里去 你都搞不清楚的时候 余大雷凭什么在外面在外媒 去对外媒说我们台湾已经准备好打仗 你难道是因为你人在美国吗 我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民众 不是更是这个呃民进党政府 应该来好好做保护的部分吗 那另外讲一下蔡依文出访 欧洲的部分我觉得也是他跟赖清德之间 真的也是非常的微妙 为什么讲微妙 应该是说从赖清德上任以来 大家可以去观察 其实蔡依文的相关的一个 对外的一个行程是相对的一个保守 那现在开始出访欧洲 然后又传出要去这个出访美国 那到底是赖清德 应该是说要蔡依文去出访美国 或者是这个赖清德可能会过进美国 其实这里面 我觉得他们是有些禁合关系的一个存在的 因为小英政府 小英他自己本人他应该也看到 从赖清德上来之后 包含这个小英的这个子弟兵爱将啊 这个郑文燦也受到这个司法 这个相关的一个起诉 那相关的一个动作里面 我觉得也让这个小英 他们自己相关的行程安排上面 是相对的一个谨慎 那他这一次出访 当然我相信他是很开心 但是他讲到这个 要维护民主前线 那当然都是非常好 但是他是不是有刻意去区隔出 他跟这个赖清德之间 我觉得他们之间的那个余量情结是存在的 所以我还是觉得小英 小英他自己在做相关的发言上面 应该还是会相对的比较谨慎一点 如果没有相对谨慎的话 我相信接下来他如果真的要去美国 呃拜访 我觉得赖清德也会心里有所疑虑啦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你呢